2000万个人就从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岛上到奴隶卖出去的 兄弟们我是李星红 现在我在三连加尔 现在要牵好一个岛屿 一个岛屿是曾经在这个非洲跟美洲之间 搞了一个奴隶贸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岛屿 叫做奴隶岛 也叫格雷岛 就是大量的这个奴隶贸易啊 都在这个那发生的 有些人贩子呀等等等等 把这个奴隶也卖到这个岛上 然后呢在这边再被欧洲人买走 然后最后运到美洲去冻棉花 前半的话就是登到这个船了 这票还不嫌疑呢 这船啊 我也认为这船是两三块钱 没想到我们翻五十块钱 嗯 可以从前半上吧 现在也是属于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码头啊 这个各种各种船啊 集中像货轮啊什么的邮轮什么的 我还没坐呢 我觉得感觉晕了 是啊 真的像我这样的晕车体制 这晕车体制出来旅行真的就是呃 有一有一些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哇哦 这浪稍微有一点点大呀 远处有一个海上的移动核弹 一个LNG船 远处就是奴隶岛了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岛 目测才几百米长啊 今天这个浪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 但是现在小海风吹来就舒服的啊 挺舒服的 这个下船下的稍微能有那么一点点隔绝啊 这个哈哈哈哈 跳船就是啊 这个这个下船有点隔绝啊 现在上岛了 我总感觉嘴里面有点不得劲啊 就是 这次出来没带牙刷啊 总感觉嘴里面空闹闹的 然后感觉这个岛上非常安全啊 就有种安全感 因为毕竟是一个封闭的小社区 然后安全性会好超级多 买个水喝 在这边买水就像喝这种一袋啊 冰冰的 gives us a picture 吃 it ' 为什么买水这么一袋 嗯 不说这个水就一股那种 就那种水的味道 哈哈哈 这个味道也不错的啊 毛钱 此处向我们走来的呢 是一只这个非洲大陆的雄狮啊 这个雄狮 也是这个毛毛 毛色的话 看起来他是一个这个非洲大陆的霸主啊 但是看起来他好像刚刚失了脸啊 刚刚失了脸啊 很孤单很落寞 这这远处又有一个狮子的幼崽啊 看起来像是狸群了啊 这是一门大炮啊 这个岛上这么大一个炮啊 巨大无比 这点威力不小啊 你看这线团炮 线团炮这个炮口就给炸弹了 这么厚啊 怎么有历史了啊 在2005年6月8号的流年 现在这些人 SOS啥意思 这是被骗尽人诈骗我点了吗 割腰子警告 这岛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啊 就是拿各种 废弃的东西做的 你看这是个人 这个人这有个连灯泡的一个坐子啊 把这个灯泡插上不知道会不会亮啊 哇这是岛上一些艺术品啊 这是对对未来充满狭想 啊这是人啊 这个这个CPU呀 哇这是一个 这个拿各种物价做的船啊 太阳能板做翻 然后前面这个船还有一个这个随船钓啊 啊 激光武器这个啊 可以 上哪有停息品 这是超级航母啊 在小岛上光鲜生活的背后呢 这里曾经有段黑色的历史 这是殖民罪恶的见证 曾经有两千多万奴隶从这儿 中转贩卖了出去 原来的三角贸易啊 从欧洲带过来点工业品啊 什么这个 武器弹药呀 现在来的非洲 然后鼓动当地求上 逮点奴隶 然后送到美洲 美洲种棉花 然后再带点棉花 然后带点什么 众许员的产品回到这边 回到我时候 一个三角形的线路啊 真的是 黑色的时代 就像这些房间啊 都是关奴隶的 这个房间吧 就是关女孩的啊 哪个部落 哪个族群过来的 都会填上标签 包括男女分开 这房间吧 就是关这种暂时没法工作的人 就比较那种比较瘦弱呀 比较那种人 把他们关过来之后呢 给他增肥啊 一定要增到60公斤 这个体重 你才能卖到一个好价格 就这个就是惩罚式啊 就是那种不听话的啊 什么的就是反抗的 就给他关到这个小房间里面 单独的惩罚 就等着卖出去了 这个房间也是 我都站不起来 你看我猫的腰 超级小超级小的一个房间 我都站不起来 就在这长年惯的 人都要疯了啊 然后上面超级超市 你看我 我背后粘开那个岩石 弄了一杯水 他一个惩罚式里面 一般是C45个人 多的时候C十几个人 然后就是 怎么惩罚呢 就是人几人人几人 都坐不开那种 然后你一关关 你好几个好几个礼拜是吧 多难受 那前面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这个就是不归门 把奴隶们 递过来之后 从这儿吐血 踩上个小木板 就登船了 登船之后呢 经过很久很久的飘荡 就驶向了美洲大陆 从这里走出去 从此告别家人 告别一切 再也不能回到非洲 两千万个人 就从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岛上 到奴隶迈出去了 两千万差不多跟北京市人口差不多 全世界195个个国家里面 差不多有130多个国家 人口还不超过两千万 那么多人啊 我们尽管前两天是被抢呀 又被骗啊 又被挪索呀 而我特别反对 人们一说非洲 就觉得这边就是人很坏 很的什么 因为俗话说嘛 就是穷身奸绩 富长良心 你想想在原来在欧洲穷的时候 多多恶劣是吧 那烧杀抢略 把别人这个 谁谁谁又强奸了 然后把他把他们强奸完不算 还把他老公给他带走 给他卖到美洲去 这个东西是跟经济发展 经济条件相关的 所以说不要 不要这个 谁谁谁就是好 谁谁谁就是不好 那过段时间 非洲的经济发展起来 人们也会变得好起来了 这啥情况关门了 我靠 把咱关里边了 能开吗 别跟我走外边锁了 外边锁了就不好玩了 还好还好还好 走吧北塔 来一个把棍啊 这个非常好 主要是热了 你看这个小姑娘本来跟我说三百 然后这女的过来跟我一看我外国人也要五百 这种情况我肯定不买 但是饿了 我也不知道这法国面包夹点啥啊 这么有个法国家一面 走遍全球都没吃过这样的东西啊 这大姐的说法 简直啊 非常专业啊 很贴心啊 还可以切断啊 切断啊 果然多收了多收了二百的一个服务就是不一样 这个法国还是想说的外国人特权的法国人啊 好吃吗 我只能说有格局 这跟吃馒头就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哇 这棵树是红面包树吗 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啊 下来一只猛虎 然后这个小摊 再卖点花生米啊 然后这个什么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像是红面包树的果实啊 红面包果实 反正这个是啥 这个也不知道是啥 我们两个没吃过的好不好 上次吃是在四年前来非洲的时候 我这辈子吃过那么一回 想不到现在又能吃到了 原来我还做梦导吃这个东西 面面的 有一点点酸 就这个酸吧 没有酸枣那么鸡 但是偏向于那个方向 相当于酸酸枣那个酸味淡化一点 这个感觉 反正我不管去哪会尝试一切 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这个不知道是个啥 这个东西完全没见过啊 感觉外壳毛茸茸的 还跟人吃的放在一块儿卖 我感觉应该是吃的吧 把这盒打开里边有这个像果仁一样的东西 这个也是摸的毛茸茸 像海绵一样摸的像海绵一样的手感啊 如果他没有里面那个种子 就完全可以捏扁 就像海绵一样 这个味道比那个酸一点 像是像是在吃海绵一样 里面有点紫的 但是也是酸酸的啊 挺好吃的 酸酸的 像那个酸酸 有人认识这什么名字吗 我问了半天没问清楚 知道了可以打到评论区 远处出现了一朵彩虹 骗彩虹 彩虹球 是雷神前往阿斯加德的电梯啊 这每一道彩虹的出现都是一个人出柜的开始啊 现在是傍晚了 这个导航带太舒服了 我都不舍走了 走吧 回撤 因为要前往下一个地方 几百年前与现在看的是同一片夕阳 但是夕阳下的人们却有的截然不同的生机 我们在非洲受过伤害 但是不要因为伤害你的是坏人 而你也去否定了好人